900多年前起源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 不仅促进了出版业 同时也加速了世界现代化发展 虽然如今在国内已被电子设备所取代 但是在国外 它仍然是制作高级贺卡必不可少的技术 首先工人会将融化好的铅块 利用凹字模板与成型机器 制作出凸字模块 相比于10万个汉字 26个字母的英文制作起来方便了许多 紧接着工人会将做好的模块 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出所需的贺语 同时还需将排列的字母 用金属框架与木块 方便之后的印刷 在另一个车间 工人会将颜色扩展器与墨水 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 这将作为之后的染料 之后工人会将调制好的颜料 均匀地涂抹在印刷机器的墨盘之上 仅需踩动脚踏板 滚筒就能将墨水涂满墨盘的每一个角落 下一步工人会用切割机 将准备好的棉纸进行切割 这是100%纯棉的纸张 质地较软通过活字印刷 能在表面呈现浮雕效果 之后工人就能将做好的字母安装起来 仅需拉动开关字母 就能印在纸张之上 确定好字母的位置之后 就能进行大批量的打印了 这种印刷技术不仅能用于文字的印刷 还能制作出自己喜欢的图案 并用不同的颜色进行调节 一个精美的赫卡也就制作完成了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